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爹地 妈咪 你们快来看看 哎呀 原来是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啊 小猫咪好可爱哦 妈咪 我要养小猫咪 这 我们都不知道它是不是别家养的小猫 爹地 我们把它留下来好不好 不如这样吧 我们替它拍一张照片做海报 如果没有人来认领的话 你就可以养咯 爹地 哇塞 哎呀 不漆了 我去拿新的 很快就回来 猫咪 我来咯 哦 老王 你对小猫咪做了些什么 你看它的眼睛都变形了 我不踩你 小猫咪一定是肚子饿了 猫咪 我去拿点心 你怎么弄到满地都是水 猫咪都给你吓坏了 你看它的眼睛都被吓到变形了 老王 你怎么又抓弄小猫咪了 你应该爱护它才对的啊 其实 猫的眼球瞳孔是会根据光线强弱很好的调节瞳孔 在清晨时 瞳孔会形成早和斑的样子来适应中等强度的阳光 而中午时 猎羊让瞳孔缩小成缝 到了昏暗的晚上 瞳孔会扩散到满月斑圆的 就像现在 哦 原来是这样 小虎一定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嗯 你 要学会快乐一天 举起手